大家都知道, 澳洲是一個盛產金礦的地方之一 而我們澳洲在Perth那邊, 有一個我們的Perth Mint 就是煉金的機構 就是全球最大的黃金提煉地方 其中一個大客人就是上海的黃金交易中心 Shanghai Gold Exchange 而他們提供的金應該是99.99 欠0.001, 是什麼呢? 0.01, 可以是其他金屬, 譬如銀, 銅之類 但在上海的黃金交易所對金的要求較高 所以只有99.99就不符合上海黃金交易市場的規定 而在2018年開始, Perth Mint 的地方 就開始混合其他金屬到黃金 雖然都是99.99, 但比起要求的欠了一大部分 當上海黃金交易所發現之後, 自然會和它聯絡 聯絡之後, Perth 的提煉廠為了面子問題 所以選擇內部處理 到目前來說, 大約需要收回一百噸黃金 重新提煉過 但一百噸黃金不是一個小數 黃金在中國也不會再流出來 中國是有限制黃金出口的 因此現在的問題就是 可能中國會自然把黃金的純度 提高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但無論如何, 我們的BBC 澳洲廣播電台發布了這個消息 告訴大家, 這個醜聞是澳洲的 Perth Mint 一個由政府擔保的機構 為了節省一些錢 而將自己一年幾百億美元的黃金交易做手腳 大約節省六十二萬美元左右 比起二百多億的交易, 其實還未負其微 可惜, 這個現在爆出來了 後割點我們未知 相信對黃金提煉廠的信用會有一定的影響